在不到700天的时间里 建成了我身后的这座 占地450亩的电力航母 每天都会有超1.7亿多的电 从这里发出 对华东地区缓解用电压力 2009年 世界上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 特高压工程在我国诞生 标志着我国书店技术 迈入世界最先进行列 实现了从跟跑 并跑到零跑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特高压行业 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 半大式的体制优势 开展产 学 研 用 联合公关 和全链条 跨行业 多学科 协同公关 形成完整的创新体系 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用电量大 由于我国能源资源 禀赋和电力需求 成逆向丰富 因此 把西部丰富的电力资源 通过延免几千公里的 特高压网架 输送到用电量大的 东中部地区 成为平衡能源供需 解决部分地区能源短缺的重要手段 特高压技术作为一项重大科技创新 不仅实现了输电技术上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 带动了输电系统全产业链的创新 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作为落实双碳目标的一项战略技术 特高压的远距离传输能力和网络优势 能够有力支撑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 为实现碳达方 碳中和目标 做出更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